有一次我看了這個當時聖竹主持的一個節目 那他是講到說德州有一個農場 然後你可以把自己的牛仔褲帶去 他幫你把這個牛仔褲都掛在牆上 然後就拿他們當地的散彈槍把它整個轟爛 轟爛之後然後你就可以穿 然後我就會開始覺得這好酷 然後我就試著去把我自己的牛仔褲 然後用一些錐子或鑽子把它鑽成那個感覺 那穿出去之後我發現非常多人會注意我的打扮 或者穿錯我就突然有一點點這種成就感出來 那從那時候其實我就想要念服裝設計 可是一開始其實我還是在發展品牌之前 還是幫別人做一些所謂的顧問設計 那進去公司也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 讓自己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的歷練都完整 然後支援人脈這些都完備的狀況下 才在2014年開始做了自己 Just in case這個牌子這樣 那比較每一季都會貫穿的就是所謂的Fashion socks 就是流行物理 我們是不是這麼喜歡 我本身也不是這麼喜歡流行這個 所謂要跟流行這個風潮 或者是跟流行這個元素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硬要把所謂流行的東西套在每個人身上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不酷的事情 希望利用這種傳統中國元素跟服裝結合的狀況下去 讓年輕人或者是新一代的這些喜歡時裝人 會回過去知道說原來中國或台灣 還有這些很酷的老祖宗留下來的一些記號 或者是文化 那這個是我覺得我們的牌子比較 包括是成功也跟人家做出區隔的一個地方 P-Studio P-I-N 其實它是個人式也代表所謂的 文字其實我們就是在強調每個人 藝術家的個人性跟一些獨特性 那另外就是P-I-N 它其實也是遺真的遺事 那它其實就像是我們認為就是 別件事它其實就像是 也一點手勢等於也一點故事的意思 SST-UDIO 其實它就是集合Jewis Select Shop 然後它還有就是 Showroom ET Studio 這三者複合式的空間 25年1月1號成立的 那成立到現在大概一年一年半的時間 那發現就是其實台灣就是 在剛才說是這一塊其實還算新鮮 然後比較少人關注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回到台灣去去落實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一個有別於一般就是在翻過專櫃 那樣子很乾淨呈現在展覽上的一個效果 所以很多人會有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們的作品會掛在牆上 或是我們的作品會有一些輔助小道具這樣子 就是其實也是為了帶給大家一個熟識性的樣貌 2011年參加那個創意逛大街 然後2012年就是所謂的世界末日 然後因為後來發現1月1號了 結果世界末日沒有來 那你就會想說這是一個重生的機會 然後就想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很衝動的要把它就是趕快做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就是做一個虛擬的工作室 雖然沒有定點 對就這樣創立了 然後我就是在工作的時候做平面設計 這樣子之餘私底下會畫一些插畫 當作是自己的日記 然後我就有一個角色叫艾蜜莉 他一開始他是比較悲觀 他都是閉著眼睛 然後他是長頭髮 就是像傳統女性這樣子 然後他不想張開眼睛 然後逃避現實 然後之後有畫到他的轉變是 他變得比較陽光 對 那我是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一方面是我自己在療癒自己 一方面也是一個鼓勵別人的 對 一個故事 那接下來也是希望把這個工作室可以做好 經營得好 長久 對